欢迎收看这节即时经文现场 我是李玄 首先带你来关心 保龄食物中毒案件 31号下午通报案例 已经累积到31人 仍然有5位民众 在家户病房抢救当中 而即日起白货也开放 在期间内用餐的顾客退款 不过目前毒素的来源还是沉迷 饶河分店已经有排除了米酵菌酸 在厨房还有桌上的独家酱料 以及老抽酱油 也都没有检验出米酵菌酸 倒是原本没有住院的病人当中 又有4个人的体内含有米酵菌酸 让卫生单位是越查越糊涂 顾客神情临重前往百货柜台 经过5分钟沟通 由工作人员带领进入角落办退费 保龄食物中毒案 即日起开放现金退款 31号下午则是累计通报 31案例两人死亡 北市也公告新则一名案例 身体指数正常返家观察中 另外饶河接分店 也有民众吃了咖喱人当 而不舒服 检验结果也出炉 那确认这个诊断 是所谓的感染性的肠胃炎 它的血液的检查 并没有看到 酵菌酸倒这个致病人 所以目前这个案例 应该属于 跟本次在保龄S3 这个系列的案例 可能是不相关 保龄的两名饶河店案例 一起研判为肠胃炎 一起跟指数较高 两人检验结果都呈现 米酵菌酸阴性 确定米酵菌酸 仍然在百货A13内并未扩散 但是除了两死亡 六住院案例 未住院病人中 却又再检出四人 体内含有米酵菌酸 在A13用餐的这边 我们验了 包括这个住院这些八个 然后现在四个 就十二个十二个都有验出 而北市39家百货大卖厂 美食街几下结果也出炉 16间有卫生环境缺失 一间没淘宝 产品责任险 限期改善中 保龄多项食材检测 结果都是米酵菌酸阴性 外界怀疑问题可能出载酱料 甚至有桃园病患反应 保龄的酱料非常苦 不过目前食药处检测 同批酱料 酱油及老抽 也都是阴性 要有蔗糖 氨基酸 纤维素等等 这种混合的环境 就好像说中华的料理 炒一盘菜一样 我个人导师比较怀疑说 酱料是一个最有可能的元凶 医师认为最后还是得问 代办厨师到底做了什么 另外先前苏丹红风波 全国学校已经战缓 使用咖喱粉 辣椒粉与胡椒粉 现在风波再一波 有团山业者已经决议 再战缓咖喱 学生想要吃到还得再等等 接下来将这本问题 特别有报道 我说这本事就有了 感谢观看